自己物質道具什麼的 黑黑 Yo 大家的愛 我也是皮皮泡泡 現在中原時間早上7點鐘 今天呢是大事件 要拍拼拼泡2024桌壁啦 這總共會拍兩天 你看這個 超級多道具 超洋水 然後臉乾淨的超頭髮 大素顏狀態 待會我就要去給我的妝髮造型師 舒嬅一波了 待你見 阿平好啦 出發去攝影棚 自己提東西 來 拍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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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的 還記得嗎 大概在一個多月前 我有發一個問卷給大家 我那次做的超級可愛的 像是 心理測驗的感覺 就會問你說 當瓶仔 掉入異世界 轉生 你覺得瓶仔會成為什麼呢 那我們這次就選了六個主題 待會呢 側拍的時候就會一一揭曉 那我就先透露一下 一種動物加上職業 所以呢 我2024年的桌立 就是 當瓶仔 2024年 轉生到異世界 哇 那就 尊敬期待 沒錯了 第一套就是 轉生成乳牛 這個背後的話呢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福利 還有一個 牛耳朵 為什麼是轉生前乳牛呢 這個是 觀眾票選出來的 而且作為這個還很前期高票喔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想要看我 看我當乳牛 我平常不就 沒錯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拍攝第一套 這一套的特別道具 蘋果牛奶 現在要開喝了 不能喝太多不然那個肚子也要突出來了 好 好 好 接住 下一套 很可愛吧 這就是第二套 黑色貓咪學姊 好 這一套理念呢就是 因為這個制服它就是比較黑色系的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好搭一個性感一點的 因為畢竟是學姊 所以是黑色貓咪 黑貓咪 然後呢有一齣大尾巴 有一齣是什麼 有一齣 一齣大尾巴 所以這一套呢它就是會比較色氣一點 然後眼妝也有改 就是比較 公 喵的感覺 喵 好 第二套開拍 阿萍在幹嘛 阿萍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推 喵 零食爆爆腳 趕快順順一下 你這樣等一下屁股會很翹嗎 會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不然緊實在屁屁 省照片 挺好看的 對這些作品有信心 現在好像也不錯 你這樣挖挖似的 對啊 你這樣挖挖似的 第三套 這個呢就是 林家兔子風 票型也是滿前面的 兔子裝的道具又非常多 就是 什麼蘿蔔汁啊 水果啊 吐司啊 這些的 林家女孩嘛 很愛吃 那我們就開始第三套 自己佈置 道具什麼的 開拍 拍了一天的感覺如何 好 好餓 沒吃正餐 沒吃早餐 沒吃午餐 沒吃午餐 因為為了拍攝昨天就沒吃了 我現在肚子都平了 挺好的效果很好 沒錯 效果還不錯 會快餓死的人快點 收工 收工 快起來 收工 大家一起吃飯了 第一天結束 那明天會用什麼造型呢 盡情期待 明天 幹嘛 明天幾點起來 一樣 七點 太多虧了 現在 七點十五分 你看我超浪費的 早安 早安 現在超浪費 擋住一下 你現在不要讓大家看到你這邊 沒錯沒錯 待會兒準備梳化 這什麼報秘書 絕世後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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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拍給大家會不會太福利了呀 等一下 到時候呢 請支持我的助力 這畫面好福利 這畫面好福利 老伯 三十幾 五十萬 在哪裡 你明明淘在用口 這畫面太福利的 老伯 我們被追殺了老伯 我們被淘汰了 50萬 哪兒呢 50萬 再見了老伯 先跑路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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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套是花爆秘書 這個秘書呢 來了兩個造型 就是一個是包頭 然後一個是散法的 就是看你會喜歡 黑腸椅 對 黑腸椅 就看你們喜歡哪一個了 大家似乎很喜歡秘書這個職業 票選好像也在滿前面的 聽說攝影師最喜歡這一套 四星 那看到現在為止 你們喜歡哪一套呢 可以跟我說 好啦 準備拍第二套 GO 再來吃2024年助力的倒數第二套了 是一隻小物理 然後穿著氣袍 尾巴呢 尾巴在這裡 好大喔 但是呢 又有另外一個很用心的點 這套狐狸旗袍的造型 書法然後旁邊有一些竹葉竹林 很中式的感覺 那這邊呢 就是完全自己搭出來的 怎麼樣 然後我在這邊呢 就會有種厲害的感覺 很中式的 好啦 那我們就倒數第二套開拍 準備要殺青了 耶 尾巴尾巴 尾巴尾巴 三二一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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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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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點一顆美人志 好啦 各位觀眾 最後一套 敬請期待 各位最後一套 最後一套這個不是男人的夢想嗎 要這樣講 喔 還有尾巴 對啊 還有尾巴 就是一個尾巴 這期是哈士期 藝術小子吧 才不是藝術小子 人家是哈士期 等一下會不會挑那個花 給點尊重 給點尊重 最後一套 開拍 打地鼠 我是 窩裡可愛的女高住生 雖然說現在高住生已經是 吃不睡了 噢耶 拍完之後呢 想要去吃一頓 可以吃飽的 我要再繼續準備 各位 太快樂了 我們殺青啦 乾杯 為期整整兩天的拍攝 然後再加前面兩個月的籌備期 包含這次的衣服也是蠻難找的 因為這次都比較特別一點 在造景上面呢 也發想的挺多的 尤其是那個春聯 超驚豔 現場看到的時候是覺得 哇 真的很棒的感覺 因為過往我的寫真集會比較近拍一點嘛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很喜歡近拍的 但這次呢就會比較多一些 比較遠一點的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欣賞支持 也可以說說看完影片之後呢 你最喜歡哪一套 那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套 我自己喔 感覺應該是旗袍耶 我覺得不只是造型 就是還有後面的造型 我覺得整體搭配起來 真骨的 2024年 請多多支持 感謝各位 這次呢真的是準備了很久很久 今天拍完之後回去也要趕快修圖送後製了 沒錯 去年12月底才寄給大家 那今年的話呢 就希望可以早一點 讓JOLI到大家的手中 就這樣 為了這次JOLI呢 真的是餓了蠻久蠻久的 然後呢也做了很多運動 待會結束 想要去吃一頓飽的 嘿嘿嘿 好啦 我是平民快寶 我們下次再見